袭警 抢枪 我马上毙了你 这儿这么多双眼 你说是就是 对 我说是就是 这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男人 是香港高级督察纪少群 他曾在一年内破获四宗重大案件 连升两级 是个不折不扣的狠角色 这天他又在调查一起刑事案件 偶然撞见手下阿康正在追赶小偷 原来是记录重要犯罪证据的手机被偷了 事不宜迟 他也参与了抓捕 无奈几个小偷极为熟悉地形 稍有不慎 就让他们穿过了对面马路 阿康不甘心让他们逃脱赶紧追上去 结果意外被一辆旅游大巴撞到在地 此时重案组探长文芳正在借酒消愁 他的妻子于两月前被爬手捅上去世 下属祥安看不下去 劝他人要向前看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就算他窝迹在车里 逃避现实也不是办法 香港有多少爬手集团 大大小小我全都帮你查过了 可那家伙老单独行动我怎么找 酒精上头 祥安越发气愤 他们这些做警察的整天风餐露宿 工作既辛苦家人又不理解 不久前自己的老婆也跟人跑了 可他没得愿 是他没时间关心家人 最可恨的是那些为非作歹的人 文芳想起 自己总是一抓到爬手 就拉去让证人辨认 是不是当天伤害他老婆的歹人 他的侄念影响到了别人的正常生活 但他丢不掉也放不下 这时总部传来消息 一个舞女被杀了 他和祥安立马出动去调查 下属小美告诉他一些关键信息 女死者叫陈淑美 27岁 是个单亲妈妈 有个7岁的女儿 她4年前离了婚 前夫一直住在泰国 半个小时前 其他舞女发现淑美身亡 于是就向警方报案 文芳环顾了一番杂乱的现场后 端详着遗体 试图找出线索 祥安却偷偷将一枚烟头 放进了口袋里 躲在一边神色慌张 夜长的姐妹提供证词 称淑美的前男友总是勒索她 不给钱的话 就动辄打骂 这时文芳发现被子上遗留一些粉末 于是叫人装上带回去化验 他们刚到楼下 纪绍群就赶来了 我跟她查一件案子 找到了一些线索 在她的手机里 但那部手机 被群穿校服的小鬼偷了 子凡来到这里 是想要文芳派人协助她 文芳立刻派祥安去找活水哥 十有八九 是她的人偷了手机 为了答谢文芳如此爽快 纪绍群让他们坐自己的车 去死者家调查 路上纪绿科打来投诉 文芳暴力执法 纪绍群让她做事不用那么偏激 不然在这个社会很难混的 这番话简直说到文芳心砍上了 正为纪绍群是难得的好督察 他们来到女死者 舒美家门口敲门 只听到一个女童妾妾的回应 由于她无法开门 几人就直接翘了锁 一只恶犬猛冲出来 下属阿海吓了一跳 而下一秒 映入他们眼帘的 竟然是一个遍体鳞伤的小女孩 文芳砸开关押女孩的铁门 小心翼翼地将她抱了出来 女孩话音刚落 她口中的叔叔就带人回来了 两人赶紧转身去追 纪绍群将其中一个踹下楼梯 趁其反击时 用枪把她打晕 文芳则抄起鱼缸 砸破对方脑袋 见男人反抗时掉落大量毒品 文芳又将她狠揍了一顿才解气 纪绍群正业于她办案 就像在发泄情绪 文芳就告诉她 火水哥已经找到了 于是纪绍群便动身前往 祥安称火水哥很难搞 她却不以为然 到了地方 祥安让火水哥自觉把手机交出来 可火水哥不但没照做 还跟祥安呛声 后面一群小弟也跟着起哄 看着局面逐渐激化 纪绍群这才出面 火水哥 叫他们散开 聊几句 看你思思文文 歌情歌后的 好 看看有什么好处 不过零点几秒的时间 纪绍群就来了场偷龙转风 将自己的枪 和火水哥的互换了 由此来诬陷她袭警 火水哥犹如哑巴吃黄连 知晓厉害后 交出了偷来的全部手机 这边文芳正在审讯苏美的前男友 可经过调查得知 她有不在场证明 案件的线索又断了 好在鉴定科那边有新发现 那天收集到的粉末原来是火药 而任何枪在一星期内开过火 都会遗留火药 文芳觉得 这是个有效的线索 让小美调出一星期内的枪击案 还让祥安去查警方靶场内的电枪记录 小美做事神速 不一会儿就转告文芳 负责行人隧道枪击警察案的陈警官称 明天会在茶楼抓捕几个枪击案疑犯 届时他们可以一起参加行动 文芳了解 之后还补充了一点 查查千万藏库 不然只要上个礼拜 一共发多少子人出去 小美还贴心地拿走文芳的脏衣服 替她清洗 这引起其他男同事的嫉妒 我有些内衣裤没起 顺便吗 天天死那么多人 你不顺便去死 而祥安打印了靶场的练枪记录后 竟然把自己的名字去掉 纪绍群更是派了同事阿森 去给枪击案的嫌犯刀哥送钱 仿佛他们身上都有不可告人的 刀哥的弟弟 让手下去找会研制炸药的人 手下顿时想到了同乡黄勇 他将黄勇约出来吃饭 好说歹说 让他帮忙制造炸弹 毕竟他老婆快要来香港生产了 苦了谁也不能苦的女人和孩子 黄勇看着老实 心里全拎得清 怎么也不肯干这非法的勾当 手下当即决定将他老婆绑了 还将黄勇骗去了茶楼 而文芳也正和陈警官赶往茶楼 上个星期在行人隧道 打烧我们军装警察的家伙 今天会跟一群南亚裔枪犯谈生意 文芳本意也不是为了抢占功劳 对此压根没有意义 等到了地方 陈警官又让文芳只能带一个手下进场 小美自作主张替换了阿海 两人随意找了张桌子坐下 文芳无意间和刀哥眼神对上 纪绍群收到消息 刀哥被人盯上了 随着枪犯陆续进了包间 刀哥也收到阿森提示有警察的信息 此时他弟弟正在包间清点枪支和毒品 于是刀哥发送消息 让他早做准备 警察不知道行动已经泄露 一脚踹开包间 竟瞬间被射成了筛子 只剩下刀哥他们和文芳两人互相掷咒 但刀哥他们有备而来 小美握刀 炸弹炸晕了两人 外面的阿海听到爆炸声进来救援 可刚进门就被子弹射中左腿 刀哥弟弟也出来掩护刀哥 四人互围包围圈 文芳首先出击 和小美搭档打了个连环射击 见刀哥必无可避 弟弟冲出去反击 脱离危险后 刀哥想从门板后逃离 刀哥从门板中钻了出来 文芳赶紧去追刀哥 让小美去追他的弟弟 此时纪绍群也带着阿森赶到茶楼 可还没来得及进去 就看见了巨大的爆炸 阿海被炸断的手臂昏迷 他趁乱混进去将枪范门灭口 小美没抓到弟弟 却发现了无辜的黄勇 文芳一直追打刀哥到后厨 却被他逃进了集市 刀哥替换了衣服和帽子 引入人群 文芳一通好找 好不容易发现了他 纪绍群就忽然出现 还示意刀哥往自己身上射击 果然文芳见纪绍群受伤 就没再继续追 而重伤的阿海也被送往急救 小美很愧疚 觉得是自己和阿海换了 才导致她被炸成重伤躺在医院 纪绍群因为穿了防弹衣没有大碍 文芳很疑惑 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现场 这时上司来了 他没有问候伤员 只关心案子 文芳脸色不渝实在很寒心 纪绍群则趁机称 自己看到了疑犯的样子 可以协助他们一起破案 上司不置可否 临走前还交代文芳 以后做事千万不能先斩后奏 纪绍群没想到 他和上司关系这么恶劣 你这么跟上司说话的 他也不问我兄弟们上的怎么样 就知道问我什么时候能破案 女友爱玲来接纪绍群出院 回到家他却大发脾气 因为他的股票已经亏空三千多万 又欠下高利贷五百多万的外债 钱像滚雪球一样越欠越多 可他驱赶了来随债的高利贷手下后 却还拿出一打钱递给手下阿森 让他去给住院的父亲缴医药费 随后提醒他 勘警三天后偷运可可因的事 第二天警察们将黄勇抓来言行逼供 文芳威胁他 不坦白就会坐牢坐到死 可黄勇只知道自己是被老乡小可骗了 老婆还让人抓走了 其余什么都不清楚 小美查到 当天茶楼用来爆破的土炸药 是用受控物品消安化肥制成的 很可能他们还有更大的行动 毫无头绪的文芳 只能先拦截小可的电话 随即再调出黄勇所有的档案 却意外发现 他的底子很干净 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 而且老婆也准备来香港生产 文芳愁的蹲在外面吸烟 季少群来找他说起自己的经历 本来他可以升迁做警司 可因为档案有问题 直不在督查的位置 他真的很不甘心 晚上文芳又去找证人谈心 证人明白他老婆死得那么惨 很想抓到凶手 可他自己也身不由己 老婆不愿意他再淌这种浑水 他劝文芳别再一趟趟坐他的公交 尝试找出当日捅伤他老婆的小偷 可他不知道 这是文芳拉以生存的信念 而文芳母亲不知道儿媳已经身亡 还包了滋补汤水去找文芳 文芳姐姐担心 也跟着一起到家里吃饭 母亲再三叮嘱文芳 照顾好怀孕的老婆 文芳实在难以起口 老婆已经过世了事实 跟他说实话怕他接受不了 现在个个都不敢见他 怕忍不住说出来 母亲还在厨房里包姜醋 他不断追问文芳 儿媳到底要去外国多久 文芳只好借口 他很快就回来 想起他和老婆的第一胎 因为老婆患有子宫肌瘤 所以流产了 老婆很爱宝宝 冒着生命危险怀了二胎 谁曾想竟然被小偷一尸两命 文芳一气之下 把摇篮车砸了 老婆再也不会回来了 小美将五女案的新资料交给他 文芳发现 其中一处问题竟然和祥安有关 此时祥安正在陪女儿做功课 屏幕是我爱妈妈 你确认我爱爸爸 那我就爱爸爸多一点嘛 文芳叫祥安到一天聊聊 质问他上星期有没有去过靶场 祥安第一反应就是否认 文芳气得忍不住对他动了粗 他在库房领取的子弹数目 和在靶场的炼枪子弹数目对不上 且祥安在记录上抹掉了自己的名字 所以他肯定是撒了谎 那个女人是不是得杀 我没杀人 那女子不是我杀的 我要去找他 但是我没杀人 文芳坚持要抓他去检验 他只好说出实情 那天他出来时 看见过刀哥去找他 不久后就接到报案 那女人死了 刀哥很可能才是真正的凶手 这次他只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 文芳气他不早点说出来 祥安称 不想让女儿知道了 觉得丢脸 爱求文芳给自己一次机会 她会拼尽全力抓到刀哥 小美也来报告 锁定了小可的准确方位 于是几人即可出发 而这件事恰好被阿森听见 随即打电话给刀哥 他们赶紧逃 刀哥却还不紧不慢地 喝着糖水 文芳让飞火队也来接应他 谁知道 纪绍群突然将他们拦截下来 摆出长官的架势让他们下车 然后就拿出手铐逮捕了祥安 乌瑟这时也赶到 要为文芳试问 两人心不甘情不怨地被带回警局 你到底搞什么鬼 那女的到底是不是祥安杀的 她说不是 我们也没有确实什么 你这么做是循私啊 你知不知道 因为文芳对案情隐瞒不报 媒体也吵着闹着要个说法 所以上头决定 让他停职处理 等这期案子结束了再说 于是案子自然落到继绍群手上 他叫人假意释放黄勇 派阿森在他口袋里放了手机卡 文芳见到黄勇离开 立马吹上去 路上黄勇换上电话卡 联系刀割他们 我老婆在哪里 我要见我老婆 是否去中环 文芳紧跟黄勇往中环方向 阿森发现黄勇身上藏有偷听器 让他立马下车逃跑 不然以后都休想见到老婆 文芳等人拔腿去追 结果黄勇跑进闹市后 不见得踪影 好不容易看见他上了公交 文芳连忙挤身上去盯着 可恍惚之间 他好像看见了 那天捅伤老婆的小偷 搞了一场乌龙 黄勇也下车了 还好伺候文芳 还是找到了准确地址 他一路尾随着黄勇 却不知道刀割等人正在来附他 这时一个大审推门进来 大骂刀割几人整天在这闹市 有手有脚也不找个班上 文芳瞬间起疑 发现了想偷袭的刀割弟弟 刀割干脆先下手为强 文芳扑倒弟弟后 小美带人赶到 刀割不敌 带人躲进房子 随后扔了一枚土炸药出来 反应神速的文芳捡起扔了回去 此刻所有人都紧急握到 烟雾散了之后 刀割等人顺着装修架逃跑 文芳不甘视若跟了上去 刀割正想拔枪 结果不慎将土炸弹掉到街上 文芳立马扑倒刀割 两人扭打在一起 结果双双从天台掉落 还好下面刚好路过一辆纸箱车 两人性命无余 刀割也被捉纳归案 祥安由此洗脱了罪名 文芳也官复原职 刀割抬头看了看纪绍群的眼睛 思索一会儿后 竟承认了犯罪事实 说是因为巫女偷他钱 才激情杀人 阿森不明白 为什么要刀割认罪 纪绍群则称 这是迷惑警察的手段 他们放松警惕后 刀割才方便出逃 万一他逃不了 一定会供出来 明天也逃不了 就干掉他 那就是我自己来 而黄勇终于见到了老婆 他被人锁在车里 只留一条缝隙一座呼吸 看着老婆虚弱的样子 黄勇气急声剧 只能答应他们 研制炸药的要求 祥安释放之后 再三和文芳道谢 要不是他拼命去抓贼 自己可能以后 都没机会见到女儿了 他担保 以后一定规规矩矩做人 文芳想说的 确实另一件事 我怀疑我们里面有内鬼 纪绍群此时正替师傅 接风洗尘 他说了说最近发生的事 师傅很老道 一看就指出问题所在 纪绍群不应该掺和 纵案主那些事 更不应该娶爱玲做老婆 爱玲有前科 以前还跟过江湖老大 她的问题 成为她升迁路上的绊脚石 为了一个女人放弃一切 知道吗 既有野心 做事又憧憬 师傅劝他 心思应该全放在事业上 不应该沉溺于情爱 荒废前途 可师傅的劝告 他一句没听进去 第二天 众案组压着刀哥 往监狱转移 纪绍群却偷偷将 手铐钥匙传给了刀哥 刀哥手下也带着黄勇出发了 警察们还不知道危险临近 路上 刀哥悄悄打开手铐 折服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此时纪绍群故意击杀 给他制造机会 而警察面对刀哥 突如其来的发难 简直被打得措手不及 随着司机和同事一一中枪 车子也失控 撞上了大火车 刀哥手下也帮他 解决了来救援的街景 让刀哥顺利上车逃离 祥安伤了最重 子弹卡在他的脖子 无法取出 他失血过多 情况很危险 现在怎么办 他还在坚持着 打掉给老婆了 在大家都以为 希望渺茫的时候 祥安老婆却赶来了 医生让他有什么想说的 就趁早吧 对不起老婆 我知道你很疼女儿 我答应你 我一定好好地照顾她 祥安听完老婆的话 就安然离世了 大家的心情都很悲痛 朋友让刀哥放了自己老婆 他该不该干的都干完了 刀哥却借口 人手不够 让他帮最后一次忙 让黄勇 把特制的炸弹衣穿在身上 黄勇跪地哀求 他绝对不能死 他还想回到老婆身边 陪伴孩子长大 无论有没有事 我都保证你孩子能按出手 意思就是一命换两命了 黄勇知道 穿上炸弹衣就是死路一条 可为了保护家人 他还是别无选择 文方车祸昏迷的时候 看见有人拿走手铐钥匙 他怀疑是继续群所为 于是让小美调查他和阿森的档案 顺便查一下 阿康当初跟的案子 而爱玲也知道了 继续群不能升职 是因为他的背景 我改变不了自己的过去 但是你可以把握自己的未来 我已经没有未来 我就已经不再是警察了 小美查到继续群的蛛丝马迹 在三个月前的一宗持妾响截案 继续群假称证据不足 释放了一名疑犯 文方一看照片 就知道是刀哥的弟 以继续群平日的雷厉风行 犯人怎么能逃脱他的五指山 而他的手下阿康和阿森身上也有问题 阿康生前负责销毁毒品证物 全香港破货的毒品都会送到证物舱 这次缴获了两箱可卡因 市值一亿元 今天正是毒品被销毁的时间 文方知晓了其中关键 但刀哥的计划已经开始了 黄勇浑身绑满炸弹站在街头 刀哥弟弟安放炸弹爆破了毒品证物车 将车上的黑箱子取走 文方赶到看到黄勇一个愣神 随即举起枪口对准了他 黄勇以为自己要交代了 谁知他只是把身后的小可解决了 刀哥几人拿着黑箱子就开车逃亡 车上一条绳子却牵引着黄勇身上的炸弹 一瞬间炸弹的拉环全部飞出 我不是敌人 阿森通知纪绍群事情已经办妥 文方迷茫的坐在路边 翻开黄勇的钱包 里面装的是他给孩子求的平安福 于是他打电话 要求和纪绍群见一面 纪绍群知道事情败露 他现在已经是通缉犯 于是让爱玲找个安全的地方生活 文方则派小美跟着爱玲的行踪 晚上纪绍群和刀哥等人会面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他确认了箱子里的可卡因玩好后 起身离开 刀哥却想知道箱子里有什么秘密 箱子里有什么 我很想知道 价值一亿的东西 刀哥肯定想分一杯羹 于是两方一言不合就发起了枪战 阿森和刀哥弟弟互相中枪倒下 随即刀哥也被阿森用枪打断了双腿 再被纪绍群一枪击毙 阿森知道自己命无久矣 他要纪绍群帮忙了结自己 不想半死不活地躺在医院 纪绍群忍痛答应 接着拿起汽油泼湿仓库 用打火机一把点燃 这时角落里传来女人的微弱哀嚎 原来黄勇的老婆还在这 纪绍群很自责 本想救他出来 但火势越来越猛 文芳寻着龙烟也来到了仓库 两人在狭小的空间斗智斗勇 纪绍群假装被炸晕 偷袭了文芳一把 两人赤手空拳近身肉搏 扭打之间 文芳将手铐扣在纪绍群手上 两人在车底激动 车子突然掉落 重重地压在了纪绍群双腿上 听着她撕心裂肺的痛呼 文芳很想帮忙 却不知从何下手 这时她看到角落里黄勇的老婆 于是她先用灭火器将车子降温 小美我在暗翔街17号 车库帮我再救护车 下方车快点 不幸的是 黄勇老婆受刺激要早产了 她的羊水已经破裂 文芳赶紧解开绳子 全心全意地帮助她接生 这边纪绍群拼命挣扎着拔出双腿 拿上可卡因逃到门外 小美发现了她 焦急地进了车库 随着身后一阵阵轰隆的爆炸声 黄勇的孩子出生了 小美让文芳赶紧去追纪绍群 然后脱下外套包裹着孩子 文芳开车追了出去 纪绍群却在看着喧嚣的火龙出神 直到文芳出现在身后 她才回过神来 她拿上可卡因 拖着残腿行走 爱玲正在车里满心期待地等待 文芳跟着纪绍群走进了寺庙 她在明 纪绍群在暗 不慎中了一枪 纪绍群卸下防备 走了出去 却被反击一枪 两人皆是苟延残喘 还在互相争论对错 见她还在嘴硬 纪绍群就要往她的痛楚戳 平日她怎么对待嫌犯的 纪绍群都看在眼里 如果上天给她一个机会 抓到害她老婆的贼 那她绝对会把贼杀死 别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就算说中了又如何 纪绍群逃不掉了 纪绍群意味深长地留下一句 文芳也逃不了 下一个就轮到她了 随后纪绍群自尽 文芳养好伤后 去看望黄勇老婆 告诉她黄勇给孩子取的名字 文芳独自在家时 脑海里总是循环播放着 老婆遇害时的画面 她过不了自己的内观 永远的被困在原地 此刻她才终于懂得 纪绍群临别之余 阿东是情报科的一名警察 眼前这个愤怒的男人是他的线人 为了破获狗哥的贩毒团伙 阿东以100万的线人费 说服了智书 可在行动当天交易即将完成的时候 狗哥接到了一个电话 狗哥十分惊怒 立即要求小弟倒掉毒品 毁掉证据 而在外面监视里面情况的阿东 觉得不能再等了 于是立即下令警察行动 为了配合警方抓捕狗哥 卧底死命纠缠 两方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由于消息走漏 毒贩最终不仅逃脱了 就连智书线人身份也暴露了 原本100万的线人费 也变成了10万的安家费 愤怒的智书拒绝了阿东送他的请求 拿钱就下了车 但行之不远 就遇到了等候多时的狗哥 对待叛徒 这些亡命之徒可不会心慈手软 他们挥刀便冲向智书 智书连忙逃窜 慌不择路的智书身中束刀 身陷重围之中被追到了死路 智书的求救声引来了路边的巡警 命垂一线的智书也因此得救 虽然活了下来 但他精神已经崩溃 成了疯子沦落街头 一年的时间转眼而过 与现人的遭遇不同 虽然没有抓到狗哥 但是破获的毒品数量 依旧能让他们升职加薪 阿东也因此身为高级督察 但他并不开心 始终在喝闷酒 他的内心十分自责 觉得是自己害了智书 现人是否真的只是警方破案的工具而已 阿东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迷茫 很快 阿东接到了新的任务 是关于两起轻电的抢劫案 我收到台湾警方的电话 他们说华天回香港来了 06年保光金行 08年永恒珠宝 两次都抓不到人 钱花光了 又想回来捞一笔 警方由于长期无法掌握这个抢劫团伙的犯罪证据 始终没能抓不到华天 由于上一次毒品案中 现人的重要作用 所以这回警方准备故技重施 上次让阿东找一位现人 打入华天团伙内部 替警方收集情报 回到工作室 阿东开始研究起华天这个犯罪团伙 看在桌上密密麻麻的资料 一个人走进了他的视线之中 这个人就是阿东物色的现人人选 另一边的监狱里 戏鬼还有两天就要出狱了 此时他被狱警带到了一个房间 见到了阿东 从小就游离在法律边缘地带的戏鬼 对警察并没有好脸色 他14岁就和老爸车王鬼出来赛车 16岁因为无排驾驶被抓 18岁非法赛车 20岁第一次入狱 出狱之后伤人 剽窃 孕毒 他人生中有四分之一的时间 是在监狱里度过 如果再被抓的话 那他这辈子就真的玩完了 戏鬼问阿东的用意是什么 阿东说想给他介绍一份工作 戏鬼很清楚 阿东口中的工作指的是什么 戏鬼仍然不为所动 阿东也不气馁 留了张自己的名片 放在了戏鬼的包袱里 如果戏鬼想通了 可以随时打给他 为了确保这次行动能够万无一失 阿东在离开监狱后 通知人手在戏鬼出狱后紧盯着他 两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戏鬼出狱后第一件事 就是打听自己妹妹的下落 最终他在一家旅馆面前看见了自己的妹妹 此时马富蓉的小弟正打算让他进去卖银赚钱 愤怒的戏鬼无法袖手旁观 他直接对小弟大打出手 拉起妹妹就打算逃离这里 但是没想到刚一转角就遇上了马富蓉等人 身单力薄的戏鬼被人围住 遭到了众人的暴力围殴 这群人根本不相信戏鬼能还得起这笔债 黑了一身后 马富蓉就将戏鬼的妹妹重新带回了旅馆 受伤惨重的戏鬼费力地从地面爬起 刚想去追的时候 却又发现了警察 对于警察他并不信任 于是转身便离开了这里 另一边的阿东带着食物来到一个天桥之下 遇见了涉属的工作人员 得知智叔这一年以来神经错乱情况越来越差 如果再继续恶化 就要送到精神病院了 他的家人也要跟智叔断绝关系 以免被人给砍了 神经错乱的智叔非常易经敏感 看到自己曾经的线人变成了这般狼狈模样 阿东心中五味杂陈 另一边的戏鬼 为了筹钱叔叔妹妹开始偷窃豪车 但是刚刚忙碌完准备驱车离开的时候 就碰上了早已盯住他的阿东 将戏鬼逼停后 阿东毫不避讳地说出了他的目的 太平正是华天的手下大将 如果戏鬼愿意的话 阿东可以弄一辆赛车给他 进场费也是他出 话已至此 戏鬼也知道自己没得选 除了自己有把柄在阿东手里之外 他确实也需要一笔钱来赎妹妹 第二天戏鬼开着赛车来到了飙车聚集处 叫光头 什么来头 车王鬼的儿子 刚出役不久 戏鬼的到来吸引了太平的注意 戏鬼 太平哥 什么时候出役的 昨天 给我电号码 重新复出的戏鬼参与了这一次的比赛 阿东告诉他 这一次要是能赢 太平肯定会找他入伙 但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阿东却收到了通知 原来交通部会对今晚飙车的地方采取行动 戏鬼并不知道 警方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 担心自己线人会出事的阿东 立马联系自己的上司帮忙 戏鬼这才能在重重包围中逃离出去 挂断电话之后 阿东找到了自己的另外一个黑道线人 要求他截住戏鬼的那笔账 但这个线人却表示 这件事很难谈 这里除了你老大 你最有势力 每次你跟我报消息抓到人 我都向外公布 说是卧底破案 如果你耍花样 我可以公布是线人报的消息 在阿东的恩威病失之下 这个线人决定帮忙 替戏鬼截断了20万的利息 并且安排戏鬼和他妹妹见了一面 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在这个世界上 只剩下他们兄妹两人相依为命 第二天 戏鬼告诉阿东 太平约了他明天见 于是阿东替戏鬼找到了一个房子 并将这里当作是 他们两个人的秘密联络点 到了门口 看到地藏上了箱 就代表我来了 在这里 两个人开始了第一次的秘密见面 阿东表示 以后每个月会给戏鬼两万块钱的薪水 两万块怎么还债 你叫我出卖的那个是华天 抓到人你也会升职 不是吗 戏鬼十分不满 阿东表示 价钱不是他说的算 一分一毛警局都有明确规定 没办法讨价还价 但是如果能帮助警方找到重要线索 价钱可以谈 就这样 戏鬼彻底成为了阿东的现任 当天凌晨 太平约戏鬼见了面 并且将他带到了海上的一艘船内 戏鬼在这里见到了其余的几人 太平将这些人介绍给了戏鬼认识 戏鬼扫尸了一圈 发现几人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 甚至还有两个小弟准备大打出手 紧接着从船内走出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是华天的女朋友阿弟 戏鬼认出了她 因为之前一次 他被警察追的时候遇见过阿弟 随后华天也走了进来 我们第一次合作 先把条件给你们讲清楚 华天指着三名枪手说 他们每个人350万 而戏鬼是指开车不拿枪 所以只分一百万 众人都表示没问题 随后华天便要举杯庆祝 但阿弟却表示自己怀孕了不能喝酒 第二天 阿东来找到戏鬼 让戏鬼将其他几名成员的样貌描述出来 戏鬼没有描述阿弟的模样 只是说这个女人是华天的老婆 华天和太平为了防止被警方跟踪 行动前都不会露面 联络的事情由阿弟负责 阿东要求戏鬼 找机会将阿弟的电话资料搞到手 方便后续警方进行监控跟踪 阿东离开后 阿弟便联络起了戏鬼 两个人准备对金电彩点观察 在路上 阿弟收到了华天发给他的短信 短信说现在不是时候 要阿弟去把胎打掉 阿弟回播过去 却发现无法拨通 愤怒的阿弟直接将手机摔了出去 完成彩点之后 伤心欲绝的阿弟拉着戏鬼喝酒 两人开始聊起了对方救过自己的事 借着酒精 阿弟也说起了自己的往事 他妈为了40万 把他卖给了一个江湖大哥 就在碰到戏鬼的那天晚上 阿弟砍了他三刀 这才会被追杀 两个人相视一笑 最终阿弟喝多昏睡了过去 戏鬼借机将他手机里的信息 给复制了一份 在之后的碰面中 戏鬼将华天的计划 还有阿弟的信息交给了阿东 并提出 要以百万的线人费 用来赎自己妹妹的条件 但此时任务并没有完成 阿东只是承诺 他会去跟上司争取 但戏鬼并不满意阿东的说法 他甚至打算 如果阿东不同意他的条件 那他就不会再帮阿东做事了 要么继续帮我 要么替华天抢劫 我抓你 咱们两边都别干 我肯定会抓华天 到时候他怀疑你 你哪都别想逃 这番话让阿东怂了下来 他现在确实没有了后路 第二天 阿东通过手机信号 跟踪到了华天 但是华天的反侦查能力很强 这些拙劣的小把戏 很快就被他看穿 察觉到警方的踪迹之后 华天来了一手金蝉脱鞘 不费吹灰之力 就摆脱了警察的跟踪 甩掉警察之后 华天怀疑自己的身边藏有内鬼 此时的戏鬼正和阿弟 还有另外几名枪手试枪 轮番使用过后 阿弟递给了戏鬼一把枪 但戏鬼想起了之前 阿东劝他不要拿枪的警告 于是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只开车不碰枪 将枪支放在后备箱后 戏鬼开车载着阿弟离开 但是却在路口处 发现了交警正在盘查来往车辆 被截停的戏鬼和警察 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飙车 但是随后却在路口 撞上了另外一辆车 戏鬼拉着阿弟 并拿起了枪支 开始徒步逃窜 身后的警察紧追不舍 两个人最终被逼到了一个服装市场内 最终依靠琳琅满目的衣服化险为夷 躲过了警察的追捕 回到家中的戏鬼 发现阿东正在家里等他 于是戏鬼告诉了他 华天团伙已经有了枪支的事情 但正在这时 调查卧底的太平 悄悄尾随戏鬼来到了他家 进入房间后的太平 仔细搜查了房间一圈 之后又在门口 发现地藏的香炉上插着一支香 这正是戏鬼和阿东碰头的暗号 面对太平的询问 戏鬼含糊其词地说 这是隔壁婆婆插的 老见俱华的太平 带着戏鬼敲响了隔壁的房门 想要问个究竟 而此时阿东则趁机跳到窗外 翻到了隔壁婆婆家 用钱打点了婆婆之后 阿东则扮成婆婆的弟弟 替戏鬼圆了谎 隔壁地藏的像你们插的 我经常帮你们上香 打消了心中疑虑 太平嘱咐着戏鬼万事小心 我从地铁一直跟踪你都不知道 华天被警察跟踪了 自己小心点 戏鬼闻言心中一阵后怕 说完太平便离开了这里 当天晚上 阿东又去探望了智书 惶惶不可终日的智书始终担惊受怕 如同受惊的动物 生怕狗哥再一次找上他报仇 今天晚上 有警察抓捕狗哥的行动 为了替智书解决心魔 阿东亲自带他 亲自去目睹了警方逮捕狗哥的过程 希望能通过这个画面 能让智书的情况好转起来 我要回家了 我要回家了老婆 听到智书不断重复着这些话 阿东心里很不是滋味 勿送走了智书 阿东找上了上司 申请抓捕华天 但是上司却不甘心 只用私藏枪支的罪名来审判华天 我等华天那么久 他之前犯了好几座案子 我不甘心只起诉他私藏枪械 阿东心里清楚 如果继续让戏轨跟进潜伏的话 会有极大的危险 想起智书的下场 他不想再让自己另外一个线人重蹈覆辙 阿东心中难安 他给戏轨打起了一个电话 你要的一百万搞定了 可我有必要跟你说 你继续跟下去会报仇什么事 大家都不知道 明是你自己你想清楚 在电话里 阿东明确地告诉了他继续跟进下去的危险程度 但此时的戏轨满脑子都是仍在受苦的妹妹 只要完成了任务 他就能拿到一百万的线人费 到时候 他就可以用这笔钱把自己的妹妹救出来了 此时距离抢劫行动的日期越来越近 这天太平和戏轨等人 在路上又遭到了警察的跟踪 敏锐的太平察觉到了不对劲 趁着道路拥挤 这群犯罪团伙直接丢下了自己的车 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中 翻到了另外一边的行车线上 抢走了一辆车后扬场而去 再一次地摆脱了警察的跟踪 回到团队窝点的戏轨 坐在天台上开始记录笔记 他准备在行动时通知阿东完成自己的任务 但耳边却传来了屋内阿蒂和华天争执的声音 我是有别的女人了 做完明天这一单 我多分你一点 以后各走各的 心烦意乱的华天离开了房间 和太平在走廊里抽烟 我们写了十间金店 明天都哪间 全都不是 我有另外一个目标 明天会有250公斤黄金 晕到那家店 因为之前自己被警察跟踪的缘故 狡猾的华天在心中 物色出了别的目标 就是要打警察一个措手不及和信息差 行动的前一天 华天正和这帮人围着桌子 研究明天的计划 太平指着地图上的目标点告诉众人 这家店早上十点半开门 但如果等他们开门的时候再行动 肯定堵车 所以要在早上九点半 趁店员摆设首饰柜的时候行动 紧接着 每个人都分配到了自己的任务 就在这时 一个小弟竟然坐地起价 想找华天多分点钱 华天冷眼一瞥 这些人不愧都是亡命图 几个人上一秒还勾肩搭背 下一秒就为了钱财干掉对方 戏鬼并不想杀人 但是为了避免引起华天和太平的怀疑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 将这个小弟的腿狠狠按住 想要加钱的小弟在疯狂挣扎 很快 他就弃绝身亡 被扔进了水箱 戏鬼再次领略到了 这群人的疯狂 太平以后别找这种 戏鬼 你明天拿枪 我多分你 原本不想拿枪的戏鬼 此刻退无可退 不拿也得拿 第二天一大早 众人就开始了抢劫行动 为了保险起见 在行动前 太平将所有人的手机都收走了 这样一来 戏鬼根本没有办法打电话通知阿东 思来想去之后 最终戏鬼拿出记号笔 在自己的手心上写满了字 假装挥手将信息告诉给了一个环卫工人 黄卫工人看见后立马报警通知到了阿东 警方根据此前戏鬼的情报 早已在时间电设下埋伏 坐等华天团伙上钩 但此刻 眼见计划落空 他们只能临时朝着戏鬼提供的位置赶去 行动很快开始了 戏鬼驾车撞开了铁闸门 华天等人拿着枪紧随其后冲了进去 很快就控制了现场 趁着骚乱 戏鬼悄悄地捡起了地上的一部手机 看到保险柜内金光闪闪的金条 华天的眼睛都直了 他的行动非常迅速 很快就将250公斤的金条 全部都装进袋子内 一伙人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坐上车就要离开 途中还开枪打死了一名阻拦他们的警察 戏鬼开车载着他们来到一间码头仓库 这是他们计划中融金的地方 大家把穿过的衣服都烧了 把开过的枪也烧了 命令完小弟毁掉证据之后 华天又将戏鬼身上没有用过的手枪给要了回去 戏鬼将枪还了回去之后 趁着众人不注意 偷偷用手机拨动了阿东的电话 然后将手机藏在角落 另一边接到电话的阿东 很快就意识到这是戏鬼的信号 于是立即联系人手 对这个手机信号进行定位 融金结束之后 众人开始分赃 华天自以为弥补了对阿弟的所作所为 转过身去准备收拾东西乘船离开 但就在这时 阿弟突然反水 朝着华天开了一枪 原来阿弟早已和另外一名枪手密谋好 等行动结束时 就把这批货给吞掉 双方一瞬间大打出手混战起来 在过程中 反水的枪手被活活烧死 太平和华天抬枪就朝阿弟扣筒扳机 戏鬼不愿看到阿弟就这样死去 便立刻拉着他四处躲藏 甚至为此身中一枪 华天看见阿弟竟然拿走了一部分金条 十分愤怒 就在这时 大门被警察炸开 看见警察的出现 这群人放弃了追杀 转身逃命 戏鬼趁乱带着阿弟逃离了现场 背着沉重金条的华天 还没有跑出多远 就被警察给层层包围 无奈之下 华天只好举手投降 这场逮捕行动只抓到了华天 太平等人都逃了出去 此刻华天虽然落网 但是他们的作案工具全部已经被销毁 那些金子也不能证明是打劫回来的那批 但是有组队 买枪 动手到容金 现人戏鬼全程都有参与 所以要起诉华天 一定要他站出来作证才行 否则之前承诺过的一百万现人费 一分都不会给 但阿东深知 现在太平等人还逍遥法外 如果这个时候暴露戏鬼的话 戏鬼的下场 可能比智叔还要惨 之后戏鬼打来电话 朝阿东索要一百万现人费 此时他身负重伤 向阿弟坦白了自己是现人的事实 并让阿弟立即带上金条离开这里 但是阿弟却不想抛弃戏鬼 我有钱 你帮我去台湾吧 我不能躲一辈子 我答应过我 我不会惹下他一个 他是我唯一的亲 看着伤势愈加严重的戏鬼 阿弟为他缴来了一个医生帮他止伤 但没想到 这个医生早已被太平等人收买 大街23 谢谢太平等人 很快汽鬼和阿弟藏身的位置就被太平找到 两个人见此情况 带着金条又开始逃命 另一边 阿东经过抉择 决定兑现自己的承诺 他打开了保险柜 偷走了警察局的150万 准备把这笔钱交给汽鬼 并让他逃离这里 另一边 被追杀的汽鬼和阿弟逃到了一所废弃学校 身后的太平等人紧追不舍 汽鬼为了给阿弟争取时间逃跑 用自己的身体堵在了门口 但是却被身后追来的太平活活砍死 阿弟绝望地发现自己来到了一条死路 就在他与太平殊死搏斗的时候 阿东带着线人费赶到了 看着汽鬼凄惨的尸体 阿东瞬间想到了疯癫的智书 一时间愤怒和难过涌上心头 他抄起一把刀就从身后向太平砍了过去 汽鬼的死亡也刺激到了阿弟 趁着太平和阿东在搏斗的时候 他撞入疯癫地拿起板凳 将受伤的太平活活砸死 看着汽鬼死不瞑目的模样 阿弟心中满是悲怆 抚摸着还未冰凉的尸体 他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最终阿东留下了金条和阿弟 独自离开了这里 等到警察赶到 只看见了满地狼藉和地上的尸体 阿弟怀中抱着死去的汽鬼 坦白了自己是抢劫团伙中的成员 被逮捕后的阿弟决定做污点证人 替警察指证这帮恶毒的犯罪事实 另一边的阿东并没有将150万还回去 而是找到了之前的那名黑道县人 这里150万拿去给那个女的还债 剩下的先给她 这份是你的 别吞了 你要敢吞 我缠你一辈子 为阿东眼神震慑到了县人 自然不敢起二心 他拿起钱就离开了这里 老老实实地把钱交给了戏鬼的妹妹 并为他赎身 替戏鬼聊却心愿之后 阿东又找到了智叔 智叔的神经依旧有很大的问题 他一直挫把一个酒吧住场的女歌手 认作是他老婆 这个女歌手告诉阿东 智叔不仅给他钱 还说扔下他们拇指那么久 一直哭着祈求得到他的原谅 安顿好了智叔之后 阿东一瘸一拐地回到警局 他的上司早已等他多时 最后阿东因斯罗公款而被捕 而他的上司则因为破获案件的成功而升了职 这部电影根据2004年一场真实的绑架案改编 为了力求还原 导演和主演在警队体验了三个月生活 导演拍每场戏前都会反复回看当时的影像资料 对当时案件的还原率高达70% 如此诚意终于打动绑架案当事人参与拍摄 故事开始于灯红酒绿的街头 绑匪张华自称是警察 看到夜店外吴先生的坐驾后 带着手下几个小弟在门外蹲守 等吴先生出来 一群人推开投资人围了上去 自身是刑警 要查吴先生的驾驶证 吴先生是香港人 这次是到内地拍戏 并不习惯开左舵车 连开车都很少 怎么可能有交通逃逸 于是要求看张华的警官证 张华拿一张不变真假的警官证晃了晃 便立刻收回 吴先生意识到不对劲 交通造势逃逸 应该由交警来处理 怎么会是市局刑警队的警察 来直接抓人 于是准备打110向警方核实 张华担心露线 掏枪逼着吴先生上了自己的车 吴先生被绑架是凌晨1点 案发18小时后 张华已经被抓到警局问话 但张华拒不交代吴先生的下落 让两位刑警同志大为恼火 我不牛逼你牛逼 你牛逼你打我一打 牛逼什么呀你 抓不住你 张华始终在和警方绕圈 只要问到关于吴先生的话 张华就闭口不答 但警方注意到 张华时不时会有看表的动作 显然是在等什么 按照警方过往的经验 张华的同伙 此刻一定在等张华发信号 应该是约好某个时间点有行动 既然在这了 咱聊都有诚意的 好吧 你手下那几个人 要等到几点告我 九点 现在即将七点半 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如果九点后 张华再不发信号 吴先生就会被撕票 张华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就打算这么死扛着 甚至还想与警方做交易 自己帮警方救助吴先生 然后警方对张华既往不咎 这是不可能的 张华携带有大量枪支弹药 连松发式手雷都有 这些东西全都是真家伙 轻则三年 重则七年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张华自知逃不过去 但仍然想拿吴先生做赌注 和警方赌一把 时间越来越少 张华还是拒不配合 刑警们只能尽量套话 希望从蛛丝马记中分析出线索 于是秦峰先问了张华在绑架的时候 吴先生有没有激烈的反抗 没想到张华是个老奸巨华的绑匪 20天前 张华找中间人在中俄边境买枪 可俄国人看张华的样子像警察 担心是钓鱼执法 不愿意把家伙卖给张华 结果张华一刀子捅进中间人胳膊里 俄国人这才信了张华是真心买枪 张华亲自在河边试了试这些东西 最终买了三把长枪三把短枪 还有两百多发子弹和几个手雷 警方认为绑架用不到这么多装备 张华买这么多东西应该是要干其他事 张华虽然仍是拒不交代 但警方已经从张华的话里听出端倪 地主家也有没余粮的事 早知道还不是在绑普通的 这个载子很关键 在绑架吴先生之前 这小子一定还绑架过其他人 这不是小事 买那么多军火 想要搞事太容易了 于是总队长亲自审问张华 总算是又问出一点线索 原来在绑架吴先生的前一天 张华就已经绑了其他人 手段依然是伪装成警察 绑架了一个开豪车的小伙子 本以为是个有钱人 但这小伙子说 自己开的车是包养自己富婆的车 除了这辆车 小伙子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据张华交代 这小伙子现在和吴先生绑在一块 既然愿意交代 警察也不为难张华 总队长让人拿了一份饺子 算是给张华个面子 让他吃完赶紧交代 到时候你要不想出 我也不跟你废话 直接送你去看出所 张华手上的铐子被解开 伸手抓饺子吃 此处略过布表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18个小时前 吴先生被张华绑架到郊外 整个人并不慌乱 手下人看到吴先生这个大明星都被绑来 脸上按耐不住的兴奋 拍电影的都有钱 吴先生这种大腕肯定更有钱 张华的意思是要在24小时里拿到钱 为了威胁吴先生 让手下人带出了那个小伙子 这个是我昨天绑的 小豆 小豆啊 你可真豆啊 小豆不是有钱人 被张华绑了整整一天 实在是拿不出赎金 张华偏偏是个要钱不要命的亡命图 为了给吴先生个下马威 当场叫让手下人弄死小豆 吴先生大喊着阻止了张华 说小豆的赎金可以由自己付 条件就是张华收钱后 让自己带小豆一起走 有吴先生的保证 张华同意放过小豆 警方那边 吴先生被掳走后 投资人已经报警 警方根据投资人的线索 挨个画面查监控 同时让投资人在资料库里翻看照片 经过对比后 确定是张华作案 有了线索就好办 说起去那个夜店的原因 投资人也没有隐瞒 投资人回忆 吴先生唯一不对劲的地方 就是和老婆吵架了 吴先生的老婆不是影视圈的人 但张华在吴先生手机里 翻出不少明星大腕的照片 吴先生也不想兜圈子 直言说 自己身上有一张卡可以透支十万 住的地方还有一张卡 里面有三百万 本以为可以拿这些钱买个平安 可张华听完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不会是跟我开玩笑吧 你问他 我跟你要多少钱 张华胃口很大 光是问小豆就要五百万 吴先生的三百万 更不能让张华满意 吴先生演电影多年 张华几乎是看着吴先生的电影长大的 这次既然绑了吴先生 不榨出油水是不会收手的 吴先生也很坦诚 自己这次来内地拍戏 没带什么钱 身上除了那张能透支的卡 就只有公寓里的一张银行卡 里面是拍新电影的三百万订金 其他就再没有了 要是让家人从香港打钱过来 汇款手续非常麻烦 所以张华拿走这三百万后 干净利索放人 对双方都有好处 吴先生的话让张华动了心 决定冒险去吴先生的公寓一趟 拿到那张银行卡 等张华走后 手下小弟给吴先生倒了一杯可乐 但吴先生说 自己有糖尿病 不肯喝可乐 让绑匪给自己接点自来水喝 张华已经潜入吴先生的公寓 在衣柜里摸出一打钞票和一张银行卡 拿到钱后没有急着离开 竟然还在屋子里大吃大喝 顺便向银行打电话 确认卡里的余额 听到卡里确实有三百万后 张华放心了 此时警方也根据行车监控 确认了吴先生的住址 不过进门后 张华已经不见踪影 从电话记录上看 十分钟前 张华曾打电话给银行客服 经过与公寓监控的对比 警方确认了 进入吴先生家的就是张华 做案说法都一样 基本上这和孔氏兄弟的案 另外侦查 孔氏兄弟也是张华绑架的目标 25天前 张华在游戏厅找到孔老二 以刑警的身份将其带走 孔老大是个有钱商人 听到弟弟被绑架的消息后 什么都不管了 一百万也好 两百万也好 只要能救出弟弟 孔老大不惜一切代价 之后 张华让孔老大 把钱装进帆布口袋 按照要求 从大桥上扔下 孔老大不差钱 只想保弟弟平安 所以就没和警方配合 自作主张开车上桥 把钱扔了下去 张华拿到钱后 没放人 一流烟跑了 警方怕张华撕票 不敢开枪 可严独设的哨卡 也没能堵住张华 结果就是 钱花出去了 人没了 你这弟弟啊 太牛逼了 我绑他的时候 我就没想让他活着 你带给我准备一百万 我告诉你 他们埋在哪 张华是不讲规矩的人 拿到存有三百万的银行卡后 竟然还说 自己没在房间里找到卡 勒着吴先生的脖子 要再炸出一笔钱 吴先生坚持说 自己只有那张卡 没有其他 见吴先生态度坚决 张华这次才承认 自己已经拿到卡 刚才只是为了炸吴先生 按照张华的计划 根本就没想放走吴先生 甚至根本就没想让吴先生活着 想到此处 张华顺手拿出录相机 准备拍一段视频 吴先生意识到 这段录像很可能对自己不利 一旦拍了这段视频 哪怕张华杀了自己 也可以拿这段视频骗钱 于是忽悠张华 录相机有问题 拿到录相机后 反手就给砸了 张华明显是想拿钱后再撕票 既然张华不放人 吴先生也不愿意再配合 整个人的情绪极为激动 你们干这样 我不说对不对 还是要信用 不然他们能扶你吗 能扶你吗 吴先生人虽然在张华手里 但瞧不起这种出尔反尔的敲诈之徒 做贼也要讲信誉的 张华张口闭口自己懂规矩 其实就他最不讲规矩 十几天前 张华杀了孔老二 又拿了孔老大的钱后 竟然又去绑架了孔老大 要不是几个刑警在附近 张华肯定又要杀人 刑警们跟了一路没跟上 最终张华扔出一颗手雷 烟雾散去后 张华一伙人就地散伙藏了起来 经过警方走访调查 还是确定了其中几个人的位置 东子让我找人约孔老大出来玩的 我真不是他 我只认识东子 警方还是没能抓到张华 张华溜走后 大家都以为 近期不会有张华的消息 可张华实在过于嚣张 十几天前 刚做了孔老大这一票 十几天后 就又敢出手绑架伍先生 张华拿着伍先生的银行卡 不敢自己去取钱 让吴先生打电话给朋友老苏 情况紧急 没有太多说话的时间 吴先生只能简单交代自己被绑架的事 然后让老苏尽快去取钱 这个停顿让张华起了疑心 老苏也听明白了吴先生的意思 当时就给警方打了电话 张华这种收了钱还撕票的人 绝对不可信 这时只有警方才能救出吴先生 刑警队的人去了交通指挥中心 在监控中发现 张华绑架吴先生时 开的那辆车是最近才偷的 从偷到车辆的作案手法上看 应该是一个叫波仔的偷车贼干的 现在只要找到波仔 应该就能确定张华的位置 被张华绑起来的吴先生很感慨 几小时前还在和大老板讨价还价 已经约好出一千万的天价 让吴先生在春节时拍戏 没想到几小时后 就被关在这个不见天日的鸟地方 世界当真如此奇妙 老苏报警后 警方迅速派人赶到老苏家里 吴先生和老苏不是普通朋友 两人曾一起当过兵 老苏知道 这种时候 吴先生能找自己 是对自己莫大的信任 这份感情 让老苏决定参与到 营救吴先生的行动中 此时的吴先生 正在试图说服张华 香港也有一个像你的这种 就干这种活的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在我眼里他什么都不是 吴先生说的是世纪大盗张子强 当年张子强绑架李嘉诚的长子 迫使李嘉诚付出十亿的赎金 然而张子强拿到钱后就把人放了 相比张华拿钱撕票 张子强确实更讲规矩 眼见没什么话可讲 张华开始翻挂例 吴先生凭着当过兵的一股韧劲 很快将情绪平复下来 不断对张华套话 知道了张华曾经蹲过九年大牢 出狱后不愿意重新做人 正是不干 一心就想着发财 然后就走上了绑架这条犯罪道路 天亮了 张华的春秋大梦还没醒 吴先生已经被绑架超过六个小时 张华给吴先生蒙上眼罩 压着吴先生去城里银行取钱 三百万不是小数目 需要让吴先生给银行打去电话 先预约再取钱 但警方早已和银行工作人员沟通 按照警方的提示 银行方面声称 今天无法一次性把钱全部取出 明天我们最多可以给你取一百万 一百万东北方向去了 现在应该快到顺一了 张华不宜有他 便答应第二天 由自己代替吴先生去取钱 半路上 吴先生说自己要撒尿 趁下车时 摸了摸周围的建筑 感受到自己应该在一座桥下面 此时一个路人 开着拖拉机路过 还没等吴先生有所动作 张华就拿出枪威胁 如果吴先生敢大呼小叫 自己就会开枪 到时连带路人一起死 没办法 吴先生只好放弃挣扎 重新上车 上车后 张华再次拨通了老苏的电话 因为怀疑老苏身边可能有警察 张华只说了一句 十点钟在银行门口见 随即便挂断电话 最大程度上 避免自己被信号追踪 再次回到藏身地 张华闲着也是闲着 索性把自己购买大量枪支的原因 告诉吴先生 这个保安告诉张华 要想发大财就得结金库 如果能顺利进入金库 只要在里面撑过三分钟 就能发一笔足以保证 半生衣食无忧的大财 这才是张华买军火的原因 绑架只是顺手为之 吴先生认为 张华这个想法等同于吹牛 金库不是那么好抢的 为了从张华嘴里再套出些信息 吴先生提出 自己想要吃个苹果的要求 张华没说答应 也没说拒绝 这周围都是苹果树 可惜你来的不是时候啊 张华还是贪财 不肯放走那一百万 独自一人去了城里 警方已经织好一张大网 就等着张华自投罗网 狙击手潜伏在银行周围大楼上 如果张华敢掏出武器 立刻就会被打残 让警方没想到的是 张华没有进入银行 反而给老苏打起电话 让老苏在商场内绕来绕去 最终在垃圾桶下面 发现了那张银行卡 张华的计策很狡猾 把银行卡给老苏 自己藏身于三环之外 用电话遥控老苏 替自己取钱 老苏取完钱后 张华准备晚上再来取 但警方没闲着 在洗浴城 找到了那个偷车的波仔 波仔交代 自己就只是偷了两辆车给冬子 除了又帮冬子买大巴车票外 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于是警方立刻到车站 对大巴车进行排查 冬子看到警察扭头就跑 最后还是没能逃出警方包围 冬子想让警方毙了张华 目的是想等张华死了 自己就可以置身事外 这小把戏刑警门见多了 根本不接冬子的话 据冬子交代 张华在郊区租了一个农家院 这个农家院就在一个果园旁边 但到底是苹果园还是李资园 目前还不清楚 总队长认为 这个消息很关键 将手头兵力一分为二 主力继续在城里找张华的踪迹 另一部分人到城外郊区 寻找果园旁的农家院 城里的人从下午转到天黑 找遍了张华可能出现的地方 愣是连张华的影子都没看见 就在所有人都放松警惕时 终于有消息了 警方拼上所有警力 去抓张华 武先生这边 没了张华的胁迫 还算安全 绑匪听说 武先生想吃苹果 溜溜跑了二里地 去买了一兜苹果回来 张华不在 几个人竟然带着武先生 一起打牌 在武先生的指导下 胖子终于顺利输了一把 看起来还行 暂时应该安全 起码没有生命危险 城内的刑警们已经发现 张华进入某小区内 立刻对小区进行了全方位侦查 发现这个小区只有一个出口 如果埋伏的话 肯定可以直接拿下张华 但这里居民太多 张华又有枪和手雷 万一张华要鱼死网破 到时候就难以收场了 张华来这里 是见媳妇最后一面的 办完事后 一分钟都没耽搁 下楼开车就跑 多年的犯罪生涯 让张华极为警觉 出了小区后四处兜圈 根本没有暴露自己的意图 不过张华的车胎 早就被警察扎破 越是兜圈越是不利 最多再有两个路口就要扑该 张华给老苏打去电话 忽悠老苏说 武先生在自己车里 想要立刻约定地点交易 老苏不傻 非要听到武先生的声音 才同意去交易 两人僵持不下时 张华的车胎已经漏光了气 明知身后可能有警察 张华还是决定找个地方补胎 下车前 插了一个手雷防身 张华也没有进店里 下车后就在路边站着 行风知道 现在不上就没机会了 两名年轻警察假装情侣吵架 这个计划很成功 张华看了两眼 便转过身去 放松了对身后的警惕 行风瞅准机会 直接扑上去 其余警察一拥而上控制了张华 老曹也顺利拿掉 张华手里已经拔了撞针的手雷 此时距离案发已经18个小时 张华仗着武先生还在自己手里 完全不怕警察 被带进审讯事实 还是装傻充愣 说到什么事吗 你说哪件事 先说最后一件 最后一件什么事 你先告个人名 我看你们知道不知道 张华承认自己绑架武先生 但始终不肯说清楚 把武先生藏在什么地方 张华心里明白 警方也明白 只要武先生还在张华手里 只要警方弄不清楚武先生关在哪里 张华就永远占上风 所以张华不断看墙上的表 嘴里有一句美丽句的 全是兜圈子的话 事到如今 故事线终于和电影开头的一幕对上了 张华吃完饺子 还是守口如瓶 不肯说武先生的藏身地 还是老曹有经验 张华此时刚吃完饭 整个人处于放松的状态 于是由行风先出口 对张华不给手下分钱的事进行嘲讽 等张华的情绪被挑起来 老曹趁机对张华开炮 等说到张华说拿钱买枪租房时 老曹问出了关键的一句 租房干嘛 关人质啊 拿人质换钱 当然啊 收了钱放人质吗 那我能放吗 我弄死他 其他事已经不重要了 张华此言一出 警方已经明白武先生的藏身地 就连张华自己也意识到不对劲了 为了掩饰自己的口误 张华提出要见自己媳妇的要求 总队长清楚 张华这种劫匪一定是想耍什么花招 但总体来看是没有太大危险的 张华媳妇已经被警方带到医院 枪和手雷都没有 应该掀不起大浪 此时在苹果园旁的武先生 还在尽力劝绑匪们投降 武先生说 自己演戏时演过警察 戏里有一句对白 绑架至少要派十年 胖子是武先生的影迷 听武先生这么一说 内心也有点动摇 短暂犹豫后 终于对武先生说了实话 说白了吧 不管我们能不能拿到钱 你们都不可能从这活着走出去 武先生和小豆都有点崩溃 但绑匪们已经习惯张华的作风 张华是个疯子 从来都不讲什么规矩 这不是张华第一次杀人灭口 孔老二那次 张华就是既要钱又不放人 张华这个人属于既不讲规矩 又心狠手辣的 而且为人极有心机 警察们把张华带到医院的这一路上 张华始终都在说 自己对不起老娘 其他事情是一点都没说 到医院后 张华强烈要求和媳妇去房间里见面 张华果然狡猾 趁着和媳妇拥抱的时候 手伸到裤子里 像是在掏什么东西 幸亏老曹眼尖看到张华的动作 及时把热纹的两人拉开 果然扫描到张华裤子里有金属 等扒开裤子一看 张华竟然在裤子里藏了手铐钥匙 张华铺垫这么多 就是为了这一下 如今奸计没得逞 更是不愿意透露吴先生的下落 绑匪们给吴先生和小豆 准备好了饺子也挖好了坑 上车饺子下车面 等九点一到 不管张华有没有消息 吴先生两人都得上路 人知将死 小豆也说了实话 那辆豪车根本不是什么 包养自己富婆的车 就是小豆女朋友的车 但小豆见识过张华的歹毒 怕女朋友过来送钱出事 就自己扛了这件事 你这样就试开 这次真没希望了 其实两个人都已经绝望 面对这样的死亡 谁来都得崩溃 小豆整个人已经被击垮 说话都语无伦次 连自己上次没抢到 演唱会门票的事都说出来了 吴先生知道自己逃不过今天 与其淒淒惨惨哭着离开 不如淡定点 起码走的时候能硬气点 于是就身负铁锁 给小豆唱了最后一首歌 一曲唱完 已经是晚上八点三十四 距离九点只有不到半个小时 如果警方再不能找到吴先生 那就真的要完了 吴先生不死心 还想再争取一下 故意说张华有可能拿了钱不回来 没想到小苍对此早有预料 就算他回来了 分钱的时候 也得先动手杀了 也说不定我先动手杀他 窝里豆的戏很精彩 但吴先生很可能看不到了 小苍一向有反骨 九点还不到 就准备干掉吴先生 两个同伴担心张华回来发脾气 拦着小苍不让动手 此时市局的刑警已经和郊区当地警方会合 位置确定后 就看怎么把人救出来了 警方已经查明 院子里有手持步枪的三个绑匪 大批警察立刻全副武装包围了院子 此时距离九点只剩四分钟 在小苍的逼迫下 绑匪们提前对吴先生和小豆下手 绳子缠绕脖颈 要把两人活活勒死 就在两人只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警察终于破窗而入 得救了 距离九点只剩一分钟时得救了 吴先生被救出后 在车上一句话都没说 完全不是在贼窝里那种能言善变的样子 行风想安慰安慰吴先生的情绪 主动上前搭话 您拍戏的时候是不是这种场面经历过挺多的 拍戏是假的 这是真的 这话很实在 真的面临生死时谁能看得开 有了这次的生死危机 想必吴先生日后的戏路会更宽 黑夜结束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 十个月后 中级人民法院对这件绑架案做出终审判决 因绑架罪 故意杀人罪 非法买卖枪支罪 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 张华等三人被判处死刑 其余同伙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行刑前 吴先生特意来见了张华一面 来自前真的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见到面也不知道怎么开始 人和人的命不一样 你的本命真好 吴先生没有反驳 只是默默在张华面前放下一栏苹果 成也苹果 半也苹果 张华在果园旁犯罪 终于还是在果园旁扶诛 姐姐吴先生 没有警匪大战的酷炫场面 也没有一个人单挑一群劫匪的个人英雄主义 整个过程中 无论警匪都是普通人 都在想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从电影开头 刘德华被王千元劫走开始 直到最后 刘德华在王千元身前放下苹果 一口压着的气 总算能从嗓子也出来 电影里大抢面不多 但是看的人很过瘾 从审讯到抓捕 整个过程缓缓相扣 完全挑不出毛病 电影是改编自吴若甫被绑架的真实事件 但这部电影又不是完全的纪录片 在尽量还原真实案件的同时 也穿插了一些有趣的细节 比如刘德华的赌神和恭喜发财 让人有一种被绑架的就是刘德华本人的感觉 最让人觉得真实的点 是影片结尾 吴先生和小豆见到家人的一幕 所有人都在为人质得救高薪 只有警察行风 默默打了个哈欠 连这样的细节都能演出来 足见导演用心